吳康仁 模仿犯 姚春耀 模仿犯 佛宗華 模仿犯 陳柏震 模仿犯 第五十八屆京東獎 公布入圍名單 戲劇節目方面可說是各組 都相當廝殺 模仿犯一口氣入圍十七項最大贏家 居中的宜正義寫吳康仁 姚春耀 將他拿出角獎項對答 你說我不特別 哈哈哈哈哈哈 同床角逐的還有台灣犯罪故事 生死困局李明中 台灣犯罪故事出軌學士林 以及牛出來去蔡昌縣 五位實力堅持才會稱作是死亡之組 阿伯 阿伯 怎麼在這裡 在柏仿犯為了救出孫女 陳柏震該會聽信歹徒在地上爬 以及頭上爬上節目的親情喊話 當然動人情感也被評審青睞 雙雙入圍男配角獎 不過同樣也來是雙雙的我願意 楊大正周承恩一樣雙雙入圍 表演說能不能以牛車來去 突破重圍呢 你們認為 民主 可以是一個人說了算 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的嗎 人選《知人遭浪者》則入圍了十四項 是迷你聚集電視電影類大贏家 以後總統參選了林苑震的賴佩霞 真的宣布要從政 她才和蔡宣燕進戰迷你聚集 女配角的部分 今天參選這是她個人的選擇 那這個戲呢 參賽來報名已經是好幾個月之前的事情了 甚至於這個名單也之前就已經訂出來了 並不是今天她宣布了 我們才宣布她入圍 並不是這樣 這樣有一點本末導致 不是不是不是這樣 我們會以演員的表現 然後以藝術為基礎出發 而不會有其他任何的考量 好 我們不要算了 王菁的人選知人造浪者 卷入不倫戀 陷入裸照音 看待藝術的最熟悉 令人印象深刻 王菁一舉入了迷你聚集女主角獎 待藝術和補學 讓她一起攪招 迷你聚集男配獎 但最強幕僚家境安文芳 王菁偉憲宣宣 就是得多於獎項 擦肩而過 下一次吧 下一次一定讓你出來選 這不是我一個人能決定的 加油 DNA 一關 1 3 5 1 2 5 3 5 6 6 5 5 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